今天由台北市政府包含柯文哲市长 和黄山副市长 还有我们的指挥中心证实的这一个案例 确实有许多是值得我们特别关心的地方 比如说今天这一个案例 其实他在14天入境之后 他其实做过了三次的PCR的这个筛检 那同时也做过了快筛 可是呢他在这个14天之后 解隔离之后 他却还是被诊断出来 今天是确诊 而且病毒量是真的蛮高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他已经进到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势必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家人 甚至自主健康管理来说的话 可能他如果真的有外出的状况 也可能会进到社区 所以这让我们觉得非常奇怪的地方是 今天如果是对于14天的隔离 这件事情我们一般来讲 对于新冠病毒的认知是说 14天可能就是潜伏期 如果说今天他有一个症状出现 也会在14天内就发作 或者是被判定为确诊 可是今天已经超过了14天 才发现这样的现况 那是不是代表说是有可能 今天新冠病毒的这个变异株 他的新型变异株 有可能是已经超过了潜伏期 14天我们一般民众的认知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我们必须反过头来问的是 我们指挥中心 是不是要因应这样子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状况 如果再持续的观察到 是不是有可能也要改变这个检疫的措施 那毕竟我们现在全球有看到其他国家 也都有遇到像Omicron 或者是等等的变异株 其实对于该国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另外一个当然也是说 如果今天14天内三次的PCR筛检 都还是没有办法抓出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讲说确诊的案例 那是不是有可能用更低成本的 比如说其他的筛检 去加高我们筛检的频率 让我们的这个 在14天内的这个隔离期间 能够尽快的来找出 有带有病毒量的这些案例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指挥中心 应该要去思考的部分 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 如果今天这14天来 我们真的是确信这个 这个我们案例 他其实真的都没有遇到 这个确诊的状况的话 那有没有可能 其实是他在社区进行到感染 被遭到感染 比如说他今天可能是在 防疫旅馆吗 还是说他今天是在 居家检疫的时候 甚至是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时候 才去遭受到不同的感染源呢 会不会其实有这样的可能性 其实我想这些都是 民众看到了这样子一个 14天之后 竟然还有确诊的案例 大家心中会有的疑问 所以我觉得指挥中心 也不应该是在 把这么特别的一个状况 轻描淡写的在记者会上 就以一例境外来做代过 毕竟他代表是 对于这个病毒 他疫情演变的一个 最新的情况 那我们当然都希望 他只是一个个案 或者是一个特例 可是如果说这样子的情况 变成是说 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 台湾也应该要 严正以待来面对 这样子的一个 病毒演变的情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